字幕job 哈囉大家好我是查理 今天要和你們分享的是做這個 我臉上這個充滿光澤感的底妝教學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 我是怎麼樣畫過這個光澤底妝的話就繼續看一看吧 第一個步驟呢就是要上妝前的保養 那我剛剛已經擦了乳液 那接下來如果你是皮膚比較乾的人 像最近天氣不是 就是一下冷一下熱 然後我的皮膚就變得非常乾燥 就是很容易卡粉 這時候就可以用這個小精瓶 這是一個妝前的保養油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這樣 你看 它流動性非常的快 它是屬於比較清爽的油 那通常呢我就會擠個兩滴 然後再手心這樣子搓熱 搓一搓以後呢 就可以這樣 輕輕的拍上 因為通常我都是這裡很乾 這裡 臉頰的部位 所以我就會先這樣子拍上去 那接下來呢 使用這一款萬能霜 它其實就是俗稱的素顏霜 那它其實白話一點來說呢 就是一款強調光澤感的妝前乳 我先試在手臂上給你們看 它總共有五個顏色 那我今天使用的顏色是粉紅色的 它推開來呢 會變得非常的有光澤 那這款素顏霜呢 它其實是完全沒有遮瑕力的 它主要就是強調光澤 那它的光澤呢 你想要強一點或是弱一點 都可以藉由使用的用量來調整 那我首先呢 就會示範一個 比較 呃 低調光澤感的 妝容 那使用的呢 就這樣子 一小滴就夠了 那就堆疊在這裡 先點在這個地方 顴骨這個地方 還有這裡 下巴的地方 鼻子中間打亮的地方 那鼻頭的地方 我也會輕輕的點一下 你看 這樣就可以讓鼻子看起來 比較翹一點 額頭的地方 也稍微上一下 然後再慢慢的 輕輕的推開 就是很小範圍的畫園 不要這樣子 你這樣撸開的話 它的光澤感就會變得比較弱 在這個周圍附近 推開就好 我一開始呢 會先這樣子 你看很亮吧 我會把它推開以後呢 然後再用輕輕點的方式 讓它看起來比較均勻一點 所以如果你喜歡 低調的光澤感的人呢 你就直接打在這裡以後呢 你就可以接下去 下一步的底妝步驟 那我第二種要示範的呢 就是比較囂張光澤感的 一開始還是一樣 擠在手臂上 給你們看一下用量 你看這一次的用量 就比剛剛的 差不多是剛剛的 兩倍到三倍之間 然後呢 再滴上小金瓶 滴上一滴 因為滴上它以後 它的光澤感會變得更加的強烈 那就把它混合在一起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 跟剛剛的步驟一樣 還是是往全骨的地方拍開 那下巴的地方也是 還有鼻子的部分 剩餘的用量還是 就整個半臉這樣子推開 然後你們看這邊 這邊是整個半臉都上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就直接開始上粉底了 那我今天使用的粉底呢 是這個 Mac的氣墊粉餅 輕輕的按壓一下就好 因為它非常的容易沾去 所以它輕輕按壓一下 其實量就非常的足夠了 那我一開始呢 會從我這裡 我瑕疵最多的地方 直接壓上去 你們看我剛剛的曬斑 我剛剛的曬斑幾乎被遮住了 所以我對它的遮瑕力非常的滿意 那接下來遮一下 嘴角暗沉的地方 好你們看 這就是我半邊的臉上完氣墊以後的樣子 你看 這邊呢 我真的覺得 它的遮瑕力如果是0到10分的話 我覺得它的遮瑕力有到8分 我的這個曬斑啊 它幾乎八九成都遮住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超滿意的 那接下來呢 我就把另外一邊的妝也補上去 好那我兩邊的底妝都上好了以後呢 接下來我先上一下口紅 因為我真的覺得一定要有口紅 看起來氣色才會好 那我這次用的是 零色擦唇膏裡面 我最喜歡的 Smoked Almond這個顏色 那接下來要讓氣色看起來好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上一點這個 腮紅 我使用的顏色是Rosy Outlook這個顏色 這是一個很淡很淡的蜜桃色 所以非常不容易失手 這樣看得到嗎 臉上有一點 微微的蜜桃色 非常的自然 那其實呢 這樣子我的妝容就完成了 可是身為一個嚴重的 非常喜歡很閃亮的光澤肌的人呢 我還會再用這一個 我還會繼續用 這一個萬能刷呢 這樣子 擠一點點出來 然後繼續上在 這裡 顴骨的地方 現在的用法呢 就有點像是把它當成 霜狀的打亮使用 繼續打在這裡 讓鼻子看起來更挺一點 那鼻頭尖尖的地方 我也會輕輕點點一下 你看 這樣看起來鼻子會比較挺 而且 鼻子會有翹翹的感覺 那通常在上這個打亮的時候呢 就像我剛剛說的 用點開的 好那這就是我的妝容完成以後的樣子 那影片的最後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比較詳細一點的產品心得 先說一下這個小精品 它呢我覺得是 你上妝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 冬天很乾燥 然後臉很乾 然後會卡粉 上妝 上不均勻的話呢 我覺得就蠻推薦這一瓶的 就還有三個用法 第一個呢 你可以把它 就是當作妝前包養使用 你可以先擦完乳液之後 然後再擦這個保養油 然後接下來呢 再上你的底妝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混合在你的粉底液裡面 讓粉底液更加服推好貼 那第三個就是最後一個步驟 你的妝全部都上好了 那你可以就是滴一兩滴在手上 這樣子搓熱以後呢 再輕輕地拍上臉頰 這樣子你的肌膚會比較滋潤 而且會有微微的光澤感 那再來是這一個 發光萬能霜呢 它跟我剛剛影片裡面示範的一樣 有三種不同的用法 一個是你可以把它當作妝前 那再來你可以1比1的混合在你的粉底液裡面 那最後一個呢 就把它當作霜狀的打亮 那我覺得把它當作霜狀打亮的優點呢 在於第一個你可以控制它的用量 比如說你想要很低調的光澤 你就用少少的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很強的光澤的話呢 你就用多一點你的光澤感 就會看起來非常的亮 那再來呢 我覺得它比粉狀的打亮比較好的地方 在於它這樣子堆疊出來完全不會有粉感 因為如果你用粉狀打亮的話 你近看起來會發現這邊就疊了一堆亮片在這裡 可是它不會 它就這種超自然的水光的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它 那它們兩瓶呢 夾在一起的效果更好 因為會更加的亮 而且會很貼妝 那最後呢 簡短地說一下這個氣墊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遮瑕力呢 是8分左右 所以如果你在追求想要遮瑕一點的氣墊的話呢 就可以找它用用看 那再來它的妝感是比較微微的霧面 它不是很亮的那種 它是微霧面的光澤感 好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